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在今天记者会提到 8月9日之后的仍然是维持防疫恶极警戒 但是这段期间正逢瑞穗乡的文旦佑采收时间 届时将会有外县市的果饭或是采工等人流庞大 恐怕会增加病毒传播的机会 对此乡公所和农会也位于筹盟 计划将在这个赫钢文旦佑专区 来设置防疫检测站来进行管制 风调雨顺 无风无灾 瑞瑟香的文旦佑黄金比例的果形历历饱满 最快8月20号就可以采收 但在疫情降级解封之际 乡公所代表会以及农会反倒计划 在赫钢文旦佑专区设置防疫检疫站来加以管制 我们预计在我们的赫钢靠东边的一个桥头 还有我们北岗大桥跟193线的交叉口 我们来设置两个管制点 所以我们仅能用我们公所的能量 在那个地方来做筛检 防疫期间为了避免重蹈屏东 芒果以及彰化凤梨事件的覆车 进而冲击今年文旦佑的产销 瑞瑞香农政单位共同召开协调会 并在会中达成共识 在文旦佑采收期间 将在赫钢文旦佑专区主要进出口设置防疫站 另外农会也将透过文旦产销班 印制农户专属QR Code 落实农产防疫 我们农会会以产销班为单位 那免费印制QR Code给我们的幼农 那我们希望说幼农可以把这个QR Code贴在自己的家门口 那有盘商或者是这个货运车子到这个我们产区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采取实名制跟量测体温的一个制度 那一方面可以保障我们这个文旦的品质 免除我们消费者的余力 那另外一方面可以更加的保障我们幼农的一个健康 农会初步调查每年文丹佑产销期间大批采工、果饭 以及各大货运涌入瑞穗文丹佑产区 人流、车流大规模跨县市跨区移动 在现阶段疫情尚未平息之际 地方农政单位就有忧心可能成为防疫破口 波及农民的健康以及农产品的安全 因此相公所农会也特别提高警觉 规划文丹佑产期期间的防疫指引、未与筹谋 希望让今年文丹佑的产销工作都能平安顺利的完成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